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的话 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的 只是今晚有点平淡 这些人好像都不怎么出来啊 今天星期天 但是的话做生意就是这样子的 必不能说每天都 生意都很好 但也有收入的 生意的话比较平淡一点 今天是星期天 以往的话周末都是很多人的 今天的话不叫怎么回事 但是的话剪头发是每个人都会剪的 怎么说呢 现在做什么都挺难的嘛 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也很少消费了 反正的话每天都会有人剪头发 只是有时候平淡一点 有时候的话忙都忙不过来 今天的话是星期天 比较平淡一点点 现在的话是七点钟了 不知道晚一点有没有人来 但是他做生意就是这样子的 并不能说每天都生意火爆 做这个理发行业的话 有客人来了就很忙 没客人的话就是静静的坐在店里面 就像现在这样子的静静的等别人吧 反正这个门的话是一直开着的 想剪头发的话进来剪就可以了 就是今天有点平淡了 老板都坐到外面买手机去了 毕竟做这个行业的话 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了 但是这也是一种做生意的行业嘛 反正还是那句话 技术好的话回头客会议集来 就是这样子吧 反正服务的话到位一点什么什么的 就平淡一点了今天 但是也有剪头发的 地上也有头发 老板也说了今年的话 跟去年疫情什么的 都没怎么挣钱 但是的话慢慢的就会好一点嘛 做生意就是这样子的 说不准的 说不定明天就今天很忙了 现在的话是没什么人 这个点的话人家也没上班 八九点那样子的话 云流量比较大一点 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 有时候很忙 有时候很闲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的开门了 每天都开不能停 因为那些有云山人海啊 五四海的朋友来剪头发嘛 理发店会议集开着 就是等着别人来剪头发 理发什么的 每天的收入都有时候平平淡淡 有时候的话忙不过来 老板的话是在外面懵逼了 可能是最近的工作也不好干吧 那些年轻人都很少出来了 不过的话明天应该会好一点吧 因为他这个的话每天都说不准的嘛 他这个位置的话主要靠的是旁边整个大厂 挺大的都是年轻小伙 今天就稍微平淡一点点 明天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吧 反正怎么样都是有收入 只不过会少一点点而已 今晚的话有点平平淡淡 但是每天都不一样的 我们都会开门等待客员来理发 继续全境每天都不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